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常见声声的原因是伤风感冒之后 并发症到声带发炎 我想每个人有伤风感冒 也可能有机会试过这个问题 其他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声带生枕 声带生了息肉 有时有些声带的肥带都会有声沙 当然有些不尋常的原因 如果是吸烟的朋友 有些机会生声带的癌症 有时有些人可能有声带的麻痹 也会有声沙的原因 你说多久声沙就需要看医生呢? 我想如果是声沙持续两个星期都没有好转 就需要看转货医生 排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性 准备有两个方法 旧色的方法就是用一个小镜 把光在头灯里反射到喉咙里 看看声带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会用一个内规镜 来看看声带 因为内规镜比较清楚 而且你可以放大它来看 看到声带发生了什么病变 和声带的运动都可以看到 声沙的治疗也视乎声沙的原因 如果是声沙因为声带炎的话 当然我们要处理个炎症 如果是有些細菌感染 当然他们要吃一些抗生素 修一些分泌的药 等个炎症好声就已经回来 如果是声沙因为生了枕 很多时候是因为病人 把声带过来 令到生了枕 很多时候他们就需要休息 把声带休息一段时间 即是不说话一段时间 可能是两个星期 尽量说笑这些 把枕慢慢自然就会痊愈 如果这样也不行 即是病人可能发声 是有些问题的 或者是不正确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 将病人转介给言语治疗师 教他正常发音的方法 另一方面 如果病人有声带的食欲 很多时候声带的食欲 没有什么特别 比较保守的治疗方法 除了是手术切除这个食欲之外 当然 如果声带是因为癌症的问题 需要第一就是处理癌症的问题 第一就是确实他的癌症 做一个检查 跟着癌症的治疗方法 再者如果有声带麻痹 或者癌症的问题 当然也要有其他方法处理 头头的话 看看声带会不会复完 可能你真的要等一段时间 几个月 声带才会复完 如果声带不复完 当然有其他手术 可以帮助声音改善 如果我们检查 看到切息欲 很多时候都是只不过是食欲 做了手术去化验之后 确实它是一个食欲 已经是治疗了问题 有时有一些声带的癌症 有少少次食欲 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治疗的时候 手术的时候都已经 拿去化验确实了 如果这个食欲撤除了之后 它也会有一个复发的机会 当然复发的原因就是 如果病患者 相反感冒 都还是用声啊 吃烟啊 那那个食欲方法的机会 就会大很多 那老师测服完之后 如果它是好好保护声音 唱歌是用丹田的话 不要损害到声带的话 那应该复发的机会就不大 最怕就是它不是用丹田发声 是创伤了声带 那会复发机会 就会有的 那很多时候如果是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它是歌唱导师 我想它应该也有 懂得怎么样 正确的发声技巧 如果它有时需要的话 我们也会转介它去 言语治疗师 或者上几堂 教它发声的正确方法 那就防止它 再有办法的可能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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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